今天是前立委李貴銘 銘律師好 李貴銘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各位陪審團大家好 大家要拿板凳來做了 今天敏律師要跟大家來解釋一下 一開始來解釋一下 憲法法庭到底在辯論什麼 那今天呢 在後半小時也會讓大家知道 太陽光電板用鹽酸來清洗 到底這件事情是真的還是假的 因為我們把源頭追蹤出來 讓大家知道 這整個事情來龍去脈 竟然有人假借政府的打手來說 這則新聞是假新聞 所以等一下請陪審團大家好好來看一看 到底有沒有假 那另外呢就是我們的稅收又超真了 剛剛這個月才剛繳完稅沒多久 那我們現在超真的數額一億多元 累積到現在為止 已經是去年超真三千多億的一半了 那有這個前氣管輔大氣管系的教授 來幫我們解說這個超真 到底超真了多少 對人民生活影響是什麼 好那在國會的這個部分 在今天下午就是憲法法庭大法官 十三位排開來 那大家如果有看的話 我在這邊揭露一段 讓大家知道一下 如果您現在上班或上學 讓大家知道行政院 立法院派的代表 有民進黨團 國民黨團 民眾黨團都有到 那行政機關呢他本身沒有來 但是律師到 監察院也是律師到 秘書長到 總統賴總統也有申請釋憲 他沒有到 但是他的律師到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段是 柯建民等51位民進黨團 這邊申請的律師 以及國民黨這邊吳宗憲立委 他們在辯論什麼 而且這對人民有很大的影響 我們來看 用這個所謂的一個 利益衡量的一個方法來看 到底是不是有暫時處分的 一個必要的話 那我們會發現 如果不准許本件的一個 暫時處分的一個申請的話 那因為這個立法院 他去積極的行使 這樣的一個調查權 然後他去廣泛的侵害 其他憲法機關的一個權限 跟人民的一個基本權 所以他引起的損害是廣泛性的 那去成立調查委員會 跟調查專案小組 這些損害會持續 不斷的一個發生跟擴大 所以從損害的廣泛性跟本性 跟不斷的發生性 我們會發現 不准許暫時處分 它的確會有重大的一個不利益 相反的 如果准許了暫時處分 它等於是過去一二十年來狀況的一個延伸 那過去我想大家應該相對 還是覺得台灣是一個幸福的一個地方 並沒有所謂的額外的一個不利益 會使得軍院 因為准許的暫時處分而會發生 所以比較這樣的一個 兩個不利益 我們會認為說 准許暫時處分的不利益 是遠遠的比較小 所以應該是要被價以准許的 但是人民當然是最大的 那我們為了保障人民的權利 當然我們採取了所謂的一個 權力分立原則 因此我們分了六大憲法機關 各個機關是彼此分立而制衡 但問題是 現在的國會的擴權法案 它是想要從根本性的 就去改變了我們目前的一個憲政的體制 它要創設的是一種所謂的 國會優位的一個原則 行政的一個特權的部分 它居然是由立法部門來決定 是不是屬於行政特權 所以的確 這樣的一個毀線斷針的情況 我們認為是非常的一個嚴重 畢竟的請指定相關機關 立法院陳述意見 共30分鐘 也請在自己的座位席上發言 好 今天代表立法院發言 我方主張 憲法法庭不應受理 總統行政院及監察院的法案申請 本次三途通過了國會改革法案 目的是將20年前大法官 4至585號闡述 立法院有調查權的輔助性權利 加以法制化 並非創設一個新的權利 我想先陳述立法院監督的困境 因為立法權監督行政權 就是民主的基本 我想這一定是各位法學態度所瞭解 那立法院在行使憲法執權 關於審議法案 監督行政部門的時候 都需要有足夠完整的資料 才能夠重要 所以除了質詢的時候 索取資料 行使文件調閱權 依據過往調查小組的經驗 行政機關都是拖延 最後就算交付了 也是經過它篩選 而且多處遮蔽的文件 例如數位身份證 整本幾乎都是塗黑 這代表了 僅僅文件調閱權 是沒有辦法向政府取得最真實 最完整的資訊 顯示立法院作為國家最高的代議機關 長期權力卻不髒 行政權跟立法權其實是失衡的 這就是困境 總統行政院監察院 都是憲政機關 依據111年1月4號 憲法訴訟法第47條第一項 機關性憲法訴訟 必須就行使職權跟所適用的法規範 那要抵觸憲法才能申請 那我們主張總統申請不合法 因為總統自行未受國情報 要受要國情報告 所以不升行使職權 還有適用法律的客觀刑事 以及依據47條的修法理由 可能大法官行使者是司法權不宜就 未成形的國家意志或 明顯涉及政治立場抉擇的問題 做抽象法律意見 浪費寶貴司法資源刪除之 所以申請人本就不得就憲法一申請解釋 因此總統申請是不合法 行政院申請也不合法 理由是行政院一共對26個條文申請釋憲 但申請書從未說明 據說明這些條文 到底是如何行使職權適用法律 縱使行政官員有接受執行 跟新修正25條有關 但該條有9項 行政院也沒有具體說明 到底是因為引力資訊 還是虛偽大幅而產生憲法的爭議 第三 依慶附益的法案已經決議維持 行政院院長就應該接受 該決議不得再實現 理由是 因為早期憲法57條第二款 讓行政院長可以選擇是 接受決議或者是辭職 是因為行政院長不接受決議 而辭職立法院依據憲法55條 德魁同意權還可以制衡新的行政院長 來貫徹立法院的決議 但現行的新修 憲法政策條文 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 他刪除辭職 所以是應急接受 也就是說為了保護政局的安定 避免兩院的僵局 那這時候行政院在覆議案決議之後 他如果還可以決定不執行 這樣就會造成憲法的覆議制度 這形容虛設嘛 所以立法院代表人民行使職權 不就有名無實了嗎 就跟權力分立制衡就完全破壞 好 這個在線上的朋友 中天電視這邊 歡迎興建民加入民主自由我加一 歡迎加入會員 還有民間特徵組這邊 YouTuber慶張Covicin Hello吉祥新 還有這個 我們今天有新來小編中天周杰倫 還有這個劉明哲 Hello 黃泉民 陳英泰 Hello 好 下午好 還有說委員好 好 好多星星喔 好多這個按讚喔 好棒喔 好多打招呼的朋友 因為今天還蠻重要的 到底這個憲法法庭會做出 暫時處分嗎 所謂暫時處分是什麼 我們剛剛看到兩邊 一邊就是 我們辯論講就是正方反方嘛 那剛剛其實我們舊的憲法有講 如果行政院覆議就翻覆的覆議 如果是失效的話 應該要接受這個憲法所 原來就憲法所說的要辭職 但是因為政局必須穩定 所以就後來就不用辭職 那不用辭職 結果他們自己行政院的 還有民進黨立委 反而提出了這麼多單位的視線 那是不是又讓政局又變混亂了 對 我想先從法律面談 因為畢竟我是法律人 然後政治其實應該在 法律的架構之上 我覺得這一次的這個 憲法法庭的這個跟平常來講 有一個比較不太 就是說跟國際上面來講 也是一樣嘛 因為今天是行第一次的 準備程序嘛 什麼叫準備程序呢 你就是對於這個案件 你前面應該要釐清 雙方應該要提供各自的主張 各自的依據 所以應該在準備程序之後完備 然後你再會訂這個辯論庭 你訂了辯論庭之後 所以你會看到說 準備程序調查庭 然後或者是這個辯論庭 可是呢 我在看他整個直播的過程的時候呢 我聽到的啦 就是我聽到的是 他們就是在演是有覺得說 奇怪為什麼你的停期的訂定呢 我都沒有被諮詢 然後我是直接還要上網去看才知道 假設這個是真正的話 假設這個是真正的話 就有點怪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就是說 不要講自己國家 你先講國外的情況也是一樣 他在排停期的時候 是他對於前面的準備的東西 都已經完整了 那你才會知道說 我這個停期要訂在什麼時候 你是可以辯論的 但是我們今天看起來的情況呢 好像是剛好是相反的 沒有接到通知就是 我聽到我忘了是 溫委員講還是誰講的時候 是說他還需要去上網去看 那這個就會比較怪 那一般的我們的這個 明星事案件其實也是一樣 它是怎麼樣子呢 就是你在排辯論庭的時候 一定是你的前面的準備庭呢 其實你的所有的準備動作 都完整的 那你才會講說 辯論庭定在哪一天 那大家如果有問題 就是說你準備不急或怎麼樣 你會往後延 基本上來講是這樣 所以第一個從程序方面來講 說有點怪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如果從這個大家 因為我來上節目關係 所以我還沒有全部都看完 可是在直播的過程當中呢 大家在開庭之前 不是就已經有講說 這個要申請迴避啊 比如說申請這個 許大法官迴避啦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迴避 因為它過往已經有一些 偏見 那當然這個要求迴避的部分呢 沒有被 對它就是否決掉 可是如果觀眾朋友 從這個直播的畫面裡面 你在看的時候 我不得不批評啊 就是這個 那個我們其中的一位大法官呢 他是律師出身的 佑伯祥嘛 佑大法官 蔡英文總統清典的 佑伯祥 你會發現呢 他不太像大法官 為什麼呢 因為他提問的方式呢 比較像是他在跟這個 在野的這一方 就是這個相對的這一方呢 好像是在法庭裡面的交叉結問 哦 變全某一方了 對 你看到他提問的 其實他提問的很有意思 為什麼我要特別講的原因呢 因為緊急處分的要件 因為法律其實是按照要件來的 緊急處分有一個要件呢 它要有急迫的必要性 對 你就會看到這個 佑大法官呢 他第一個問的是黃國昌 他說什麼呢 他說哎 你民眾黨啊 已經決定了 要在什麼時候要請這個 賴總統到立法院去做國情報告 所以他問他的是說 好 那如果呢 因為他們前面在辯論那個 關於你複議之後 你可不可以提示線啊 那個待會我再去講他 可是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這一點的 關於我直去去觀察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他就問他說 那你如果總統不去 你會怎麼樣子 因為你聽他問這個問題 你就知道他腦筋在想什麼 他腦筋在想說 如果你黃國昌呢 你回答的是講說 哎 他不來 總統不來的時候 我就會怎麼樣子 我就會怎麼樣子 然後他就說 那你正好調進去 這個有急迫的必要性 因為急迫的必要性 這個是緊急處分的要件之一 你看到他們今天的攻防的部分 其實是圍在這個 可不可以發緊急處分的構成要件 他在講說憲法的體制啦 你侵害到這個監察院的權利啦 然後零零種種東西 你看他每一個其實是針對 所以構成要件 但我覺得尤大法官的這個問題 很有趣的原因呢是 但是如果黃國昌他的回答是講說 我們會再邀請啊或什麼 但黃國昌沒這樣回答 黃國昌的回答是說他也奈他 對啊他也沒辦法 你總統不來我能奈你合 對 他的意思是這樣 可是這個回答平安講 對民眾來講 民眾也不見得能買單啦 因為為什麼就是說 那你不能奈他合 你這個大費周章的 然後打成一團 然後國會整個 到底在擁護什麼 對 你到底在做什麼東西 你到底在做什麼東西 所以我覺得就是你從這個 整個的這個不管是法官的問話 那像詹森林的問話呢 就很學術性 我相信詹森林的問話 大概老百姓沒聽懂啦 因為畢竟他是大學教授 你大概從每一個法官在問的 問話的方式你就會知道說 他的背景是什麼 或他的新政可能是什麼 對 或他的新政可能是什麼東西 然後呢 對於那個 我另外講副議的部分 副議的部分倒是這樣 行政院長副議 對 就像剛才那個麗英提到的 原來的法條規定是 你就要接受 然後你不接受你就辭職 這很確定 對啊 怎麼還可以再提示線 因為立法院立法委員 都不同意啊 對 但是呢 但是基本上來講 我們講說這個就是 民黨很 因為他法律人多 所以他很擅長的 從遊戲規則裡面抓出來 因為基本上來講 就像我們說你譬如說 公司的員工啊 公司的員工假設在外面 假設有任何的車禍事件 發生的時候 他可以主張 駕駛人員侵害他的權利 他也可以主張 比如說假設我們講說 他是去租了一個車子好了 租了一個車子 結果公司幫他租了一個車子 租了一個車子之後呢 但是因為他的司機造勢 而不是對方造勢 對不對 他有兩個請求權 一個是叫債務不履行的 他可以跟車行的主張 另外一個呢是侵害他 比如說因為導致他受傷 或者所以權力上面來講 你不能夠說他行駛了一個 就表示另外一個他不可以行駛 所以你會發現 就複議的部分來講的時候 雙方的攻防 複議是法律上面 複議是憲法上面給他的一個權利 但與此同時他只要符合 視線的規定 其實他還是可以的 但是我覺得重點呢 不是在於說你今天行駛 因為今天的這所謂的 這個暫時處分的目的就是 我這邊有一個過往的案例 然後就是那個義大利富商的 他把這個小孩呢 他要把他接回去 空姐 生的小孩 對 他把小孩接回去 然後後來呢 視線 什麼叫做暫時處分 暫時處分就是說暫時停止 你的這個執行 所以簡單來講 它的含義是什麼 它含義就是說 今天立法院的這些的法案 所謂的國會改革的法案 這些如果大法官大老爺們 認為說的確符合了這個 這個憲法訴訟法 這個四三條的規定的情況 有急迫性啦 有牽涉到憲政的問題啦 有你造成的損害 在後來是沒有辦法回覆的 你會看他們在講問題的時候 剛才有一位那個 應該是這個 陳鋒光律師 申請人的律師 他不是講說 這個會造成的損害呢 其實是相對應小啦 就是說你給他暫時處分 因為過往都沒有這個 國會改革的法案 所以呢 如果你去給他 他受的損害是小的 可是呢 才怪 他說 可是呢 如果你不給他的話 他就去執行的話 那他就會產生這個損害 是沒有辦法回覆的 然後由大法官呢 就加碼 法官就加碼 加碼加什麼呢 先姑且不去論 那個很複雜的法律條 他就問說 那個你民眾黨已經要求 這個賴總統要去做國性報告 所以他不報告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 他就要去把黃國昌 或者其他的人畫套出來的時候 你說你看 所以呢 他去了之後 他受侮辱 然後你還沒有確定 他到底是這個急問急答 還是不是急問急答 那造成的一個損害呢 他是沒有辦法改過來 所以他的問話裡面呢 他就是要把它套進去 這個法條裡面的構成要件 所以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通常你是法官 這個套話應該誰去套你知道嗎 對方的律師去套 那個我們不會有意見 可是以你大法官之尊呢 你來 當然你可以有疑問對不對 可是你的問話的方式一定是中立的 對 但是你從你問話的方式 然後再跟黃國昌之間的 兩個人的這個對壘 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真正應該申請迴避的 恐怕應該是他吧 恐怕是柳伯祥律師 對 好 我們來看這個平板 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圖示 這個是我們從中央社上面所 接下來請導播給我們看一下 就是說這個暫時處分呢 如果他決議通過跟不通過 有什麼影響 如果是憲法法庭 審理之後如果判決是違憲 那改革無法就是失效了 如果是核憲行政院會接受決 就必須要接受決議 那這個我們現在已經進行到 但是因為今天是準備庭 所以他到底會不會今天就 財或駁回暫時處分 今天看來還不會 理論上來講他是準備程序嘛 他今天是準備程序 所以他今天只是 沒有 他下一次是八月嘛 按照他自己公告的內容 他有一個公告的就是 他的這個庭題他已經做公告 這個就是我前面講說 哇 你連準備程序 你都還沒有行準備程序 你就已經知道你 所以他會讓人家覺得說 奇怪 你是已經心裡面 已經有定見了嗎 不然你為什麼有把握 不應該讓總統去國情報告是不是 不是 就是因為基本上來講 他今天這個案子 憲法法庭處理的幾個事情 第一個就是暫時處分 暫時處分跟決定他是違憲 還是核憲沒有關係 他只是說我做了這個裁定之後呢 那麼就算你立法院 已經走完所有的程序 在我釋憲結果出來之前 你不准動 不准動 不能有調查權聽證權 那又把力 力為打 這個就是暫時處分 我們如果以這個民視的 一般的不是憲法的來講 他在人民之間的 他叫做定暫時狀態 也就是說我這個狀態 讓他freeze to 讓他冰凍在這個狀態 等到我的視線的內容出來才可以 不過呢 才可以執行 所以 那基本上面來講呢 這個會對於這個假設啦 假設他是大法官是公平的話 那當然他認為說 有符合這個條件 有它的急迫性 然後這個也牽涉到限制體制 然後呢 如果我先讓你做的話 這個損害造成 你沒有辦法回覆 那他就符合這個條件 但是如果他沒有 他這樣子做的話 基本上來講 他其實也是宣告你什麼 你立法院呢 其實等於是無效的 為什麼 因為你做的任何事情 我將來都會去申請法官 任務委員 暫時組分會多久 會延續多久時間 通常來講 通常來講 定暫時組分 它的意義是什麼 它意義就是說 我把這個決定 你出來的這個法律的施行 因為賴總統已經公佈了 賴總統他不得不公佈 為什麼呢 因為上面寫得很清楚 他要在10天之內公佈嘛 所以他已經公佈 所以他把這個球呢 就丟到這個大法官手頭上去 那你現在就是 我覺得其實有很多 民間的這個學者呢 其實有寫文章啦 那大家都很急 因為尤其是法律人 法律人都很急 因為畢竟法治國家 法律其實就是你的遊戲規則 當你不去守法的話呢 你認為說 這個只是你行政單位的 一次的這個授予 但你要知道這個不守法的情形呢 會延伸到民間 你可以想像說 將來你走在馬路上面來講 別人把你的皮包就直接搶走了 然後就把你的錢全部都花掉 然後接下來就你告我啊 你告我啊 反正告完之後 你也是拿到申訴判決 然後也 所以我覺得很多的東西 為什麼講說民主國家 你要依法行政 你自己執政者 對於你的法律的制度 對你的憲法 當你不尊重的情況之下 它的後遺症是非常嚴重的 它就是有洞就鑽 然後能拖延就拖延 然後暫時處分 如果半年到了之後 它說這就違憲 那我等於改革無法全部 要退回去立法院重新再修 不用 但是問題是它沒辦法執行 因為你要想到一個就是說 我今天規定的一個事情的話 為什麼會需要經過這個 總統公佈 然後法律有效之後 那公佈不就可以實行了嗎 理論上可以實行 除非你拿到憲法法庭的 暫時處分 暫時處分就是我剛剛前面講 就是說現在還沒有執行 對 就是冰凍起來 冰凍到當我把這個 當我把這個視線的問題解決 所以你再看 你回去看尤伯祥問的問題 除了我剛剛講的那個問題之外呢 他另外 我忘了是他問還是沾森林問的 另外一個問題呢 他就是講說 他說好 那如果 如果你現在請總統來做國情報告 然後總統不來 那你對於他其他的提名案的 同意券或什麼東西 你是不是會有什麼樣的一個作為 就是去杯葛啦 結果黃河昌他就講說 黃河昌就講說 如果你行政院長 你能夠對於你提名的人 打包票的話 我就會讓他通過 我聽了當場傻眼 因為 對不起啊 怎麼這樣子 打包票 他就說你背書啦 你對於總統提出 但是問題是說 他就已經有很多前科 就是講話不算話 又造謠又這樣 他打包票能算什麼嘛 就是 我就說回歸到 我就說就是回歸到一點 你這個人適合還是不適合 他是有客觀的標準嘛 對 對 他的重點不在於說 打包票 但是我這也不能怪他啦 因為他可能在現場 他可能在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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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尤柏翔在問他的時候 因為他大概也可以知道 尤柏翔問的這個問題呢 是把他套進去 因為他要用他的回答來 去將來寫這個處分的時候 暫時處分的時候 他要講說 你看在野的委員都已經這樣回答了 所以他是不是有急迫性 他有急迫性 因為他講說民眾黨好像提案 他不知道是八月還是什麼時候 就要去做國情報告 然後第二個呢 他就講說 他講說你如果他八月去做國情報告之後 然後你強迫他現在就已經執行 他不給這個暫時處分的話 那那個時候呢 這個問題就已經產生了 所以他要去講說 這是沒有辦法回復的 他想要透過他的問題呢 是套到這個在野的身上之後 回答有利於他來寫 所以為什麼我來講說 從你問話的方式 今天平安講 如果你不是有偏見的話 你的問話不會這樣問 然後第二個呢 你的問話也不會是說 好像兩個人在做這個交叉結問 因為交叉結問是 我們在法庭裡面常看到 就原告跟被告的律師 兩邊會交叉結問 我想觀眾朋友在這個 在那個歐美片裡面也看到 那個他叫cross exam 對不對 兩方的律師會直接的去問對方 他就有點像 所以你看了半天你會覺得說 這個到底是 那你覺得這15位大法官 這樣一字排開 你覺得會暫時處分 會準還是博 以游柏翔的問法的話呢 我會因為原來是大家會覺得 說這個東西是 好像是這個因為司法院 一半一半機率對不對 不是我比較 你比較悲觀嗎 對我比較悲觀一點 就是會準暫時處分 就是通通都不准動 調查權聽政權國情報告 都沒辦法執行這樣 我會認為以他的問法 以游柏翔的問法 因為你給他看出來 他比較像是套話 他比較不像是一個就是說 我以一個我想了解 這個事實的真相 去聽兩邊陳述 對最起碼我 就是我個人的主觀的感覺 不好意思大法官 就是我們上節目 還是要公平的評論 抱歉 是因為給人民這種感覺 那就會很悲觀啦 那這樣子會不會變成 立院空轉這半年啊 沒有他就是要營造 這樣的一個氣氛 那是大法官形成的啊 因為這是執政黨嘛 但我們才講說 當家不鬧事嘛 我們現在看當家就是鬧事 都亂了亂了 所以他就是要營造一個情形呢 是你看在野的委員胡鬧 所以搞了半天虛度光陰 大半年過去了 大家沒有辦法 從事在這個政事上面 然後接下來就講說 老百姓形成說 哎對他幹嘛浪費時間 然後接下來他就可以 發動他的罷免潮 哦 後面還有罷免立委 我覺得 我覺得 哇那真的是從頭亂 從五萬元開始 亂到現在 哇那我這四年 還能好好過日子嗎 對 我覺得這個就是人家 為什麼你要想說 這個當家不鬧事 就是尤其像我們現在啊 居住不正義啊 然後這個實質薪資低落 通膨 主地總處出來 也是通過二 對不對 然後超貞也是你另外的一個 要討論的議題 對 我們待會會談 委員 那個如果這樣的話 如果這些像靜電事案 現在正在調查 也成立調查小組 但是就是拿不到資料 對 那這個如果暫時處分 他就這樣僵在這邊 或者是他準暫時處分 哇那以後都不用掉躍了 你在他 你在他 我跟你講這個是一石多鳥啦 為什麼 你在他四線案出來之前 如果他這個定戰算 但我會認為這個是原來 這個執政黨盤算的就是這樣 為什麼呢 因為他讓你就是 第一個他讓你等於是 這個污名化嘛 你花了大半年的時間 結果結果是零嘛 是你害國會空轉 對 你害國會空轉 然後你是零嘛 第二個呢 因為定了 暫時處分之後 就是停止執行 對 停止執行 國會改的無法 他可不可以按照 就是說要求這個民間來 他不行啊 你看他要停止啊 對 他只能夠按照 現行法的規定去做而已 他不能夠 對 要查避 查貪污都有困難 好 那我們先把現場 帶到彰化 我們曾經拍過一個村長 他陳述這個洗光電板 用鹽酸空瓶丟到大排水裡面 然後有去這個訪問 我們先把源頭找出來 兩家能源公司 都設置在台南市 我們到現場去看 我們不反對綠電 但太陽能板用鹽酸清洗不能容忍 上一次村長說 某一天有一個村民打電話給我 跟我講說那個 那個河道裡面有很多鹽酸瓶 要我去看了解一下 結果我去看的時候 發現怎麼都是鹽酸的瓶子 那時候我還沒有辦法去聯想說 是跟太陽能光電洗板有關係 後來我就一直在想 突然又有一個村民打電話給我說 那個是住在漢堡的成功路上的一個 在洗太陽能光電的廠商 我車子開了就去找他 剛好他們開開的 我看他好像在下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租進去 我進去我問說 你現在這裡是在綠密 沒有這個太陽能光電的維修廠 很耐心的時候 我的眼睛就開始瞄 結果讓我瞄到裡面 那個箱子跟那裡的好像很像 我就直接跟他問說 那你們這個主要是做什麼 他說我們是在洗太陽光電跟維修的 太陽能板 在維修的 那這個相片這個東西你們知道嗎 我就拿那個小片給他看 他認了一下他說那什麼事情 我說你們的員工這個亂丟 丟到海裡面 丟到那個河道裡面 對這個會影響到人家的養殖 這邊是養殖居用 他就說那我趕快研究 我說好很簡單 葬草錢你要趕快處理掉 根據目擊者提供照片 出現了這一張貨車疑似載的鹽酸桶子 民間特徵組團隊尋現了解 永裕能源和宇軒綠能兩家公司 都設計在台南市 我們先到宇軒綠能 門口停放貨車就寫著太陽光電系統建置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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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的副總組在這樣嗎 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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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們是中間吸完 我們要問你 有關於洗太陽門版的 你們委外洗太陽門版 有關的事情嗎 沒關係我們可以在那邊等 請問一下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通報一下 你們有委外給一個叫 永裕能源公司去做清潔 我們在查證這件事情 那個鹽酸 到底 跟你們公司有沒有關係 因為 顯示好像是你們公司的 不然你們太陽能版 你們用什麼型 這個不是我這邊的處理 總公司就這邊嗎 總公司是這邊 但是我們這邊 我們是主義工程團 我們是主義工程 工程 對我們是主義工程 喂 副總你好 我們是中天新聞 我們之前有去你們公司 雨萱綠能 喂 嘿 我們現在來查證 這個 親自洗完太陽能板 然後把鹽酸丟到河裡面 到底是不是這家公司呢 好不進 你們來看 你幫我跟他聯絡一下 我們留下電話號碼 但在截稿前 都沒有來澄清或說明 怪的是 登記的地址是 商務共享辦公室 看片牆上招牌 就是沒有這家永裕公司 談到市府經發局回應 雨萱綠能2023年9月 核准變更 資本而異議 永裕能源2023年10月核准變更 資本額6350萬元 只要有建物門牌 和資本額就能登記公司 轉到事發地 也就是丟鹽酸桶空罐和紙箱 到海尾第二排水溝的 彰化方圓漢堡村 一處民宅 雨萱綠能聲稱 太陽能板清潔是尾外外包 但事實呢 已經貼上了大大的租字 現在請問一下 現在出租嗎 出租 對 雨萱綠能 對 現在是出租 對 我們就是要散去用太陽光電而已 太陽光電 對 你們是 我們是中天新聞 因為之前有一個那個 流氣那個 鹽酸的事情 我們太清楚了 你們洗太陽能板是怎麼洗啊 洗太陽能板是怎麼洗 對 如果上面髒掉了 太陽能板要怎麼洗 不是 有 公司他們那麼 保障他們怎麼洗 用 用什麼洗 就是他們用那個清水洗 是清水嗎 對 都是用清水的 不是你之前把鹽水的 銅子亂丟欸 那個我不太清楚欸 不好意思 現在還有人在裡面嗎 除了你 沒有人 現在沒有人 開始出租了 什麼時候開始出租啊 我不太清楚欸 不好意思 真的不太清楚 上面有蓋光電板 對不對 太陽能板 對對對 還會來維修是不是 我們會做圍運 真的嗎 這我真的不太清楚欸 可能是另外一間廠商 洗了分子另外一個廠商 我們只是被派來做檢查 來看洗的怎麼樣 乾淨嗎 對 乾淨嗎 洗的乾淨嗎 可以的 可以的 所以是用什麼洗的 我們是用清水的 是用清水 我們都是用清水的 那這個鹽川 不是你們的嗎 我真的不太清楚 不好意思 你們的車啊 這你們的車啊 我真的 可是這件事情 我真的不太清楚 對不對 我今天有去台南 找你們公司 是你們的 我真的沒辦法回答你 我真的不太清楚 不好意思 好 那為什麼要出租呢 我不知道 這是公司的事情 你看看會養生 養生湯 有 有喔 對啊 他是用養生湯要做什麼 這我不知道 這我有了解 我不知道 你看是大湯還是小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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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燙 都是這種的 嗯 這有 有 有看到 有 你有看到這個 他們要做什麼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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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 但是不知道要做什麼 對 就是 像這樣 對 這樣喔 不是清水 就對了 不是 事實上丟棄的鹽酸瓶還污染到一處養殖餘溫正在索陪中 彰化縣環保局表示 該公司是在漢堡村成租房屋到鄰近縣市清洗光電面板 並將溶劑空瓶帶回氣質在租屋處附近 而後要求光電業者必須嚴格遵守環保法規 以清水清洗光電面板 並依水污染防治法以及廢棄物清理法 韓文要業者說明 如果查證屬實 將儲薪台幣3萬元以上 300萬元以下罰還 好 各位陪審團 如果你覺得 太陽能板 到底有沒有用鹽酸洗 從上面的追蹤 你認為這是假新聞 你打一 如果不是假新聞 你打二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陪審團怎麼說 委員這個事情 我們本來要讓業者留一條活路 讓他去好好處理 不要再用鹽酸洗了 因為殺人的人不會說我殺人 但我們也不會這麼樣去 把公司名稱弄出來 但是竟然查核 事實查核中心這個單位 還有經濟部也打電話 跟這個接壁的人 去這個電話一直問一直問 問到這個接壁的人 都已經覺得說 不要再打來了 然後事實查的中心是去查說 這個新聞到底是真的假的 刑事局真就對 也打電話來問 要查這個事情 到底是不是假新聞 委員我們現在社會變成是 政府到底要不要去除弊 還是去處理掉接壁的人 對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 所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 我們看到行政單位 我一直剛剛講 就是當你上位者不守法化 它會像瘟疫一樣 它會往下流川 那你看到 以我們現在的情況來講 缺電的時候 上次不是行政單位也承認 他是去找台積電 所以你現在看到民間是在處理 政府本來應該要處理的事情 缺電缺水都是要企業治理 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來講 今天有人 有不管是村長也好 或者是其他 這個烈嬰孩 親自去當偵探阿南 我們就把源頭追出來 然後你幫他的這些的 還把他的公司 你已經幫這些 其實應該誰在做 這些其實應該行政單位在做 行政單位該做的事情 並不是只有韓文來韓文去而已 不是說你坐在辦公室裡面 然後光是發個信函你可以知道 因為你要知道廢棄物 為什麼我們會有廢棄物清理法 為什麼會有水污染 為什麼會有空污等等東西 因為這些呢 都是保障我們人民健康所必要的 沒錯 健康權是我們憲 我覺得很奇怪 怎麼民進黨執政 我們今天都在談憲法 健康權是憲法保障的 基本權利 基本人權 你沒有聽錯 所以當你發現有違法的情勢的時候 你就是會去舉報嘛 就像你在外面的交通事故也好 你違規也好 你不是也有檢舉達人嗎 也是有一樣的情形 為什麼人家已經提供檢舉的時候 你就應該把這個事情 在最短的時間調查出來 因為你要知道 鹽酸這個流出去的話 先不要講說它是什麼樣 你化學藥品對於人體 它就是會有傷害 對 因為它會流到 它經過清洗會流到底下的土地 旁邊的餘溫 排水溝都是 那如果當然我們也很擔心 是不是光電板會有空間 用這樣去清洗 但是喔 事實查核中心這個單位 它就自己做了一個調查 放在Google上面讓大家去看 說這裡面呢 它依據他們訪問專家學者 某某專家某某教授說 不太可能用鹽酸 因為會把太陽能板上面的 這個製作製程給破壞掉 它面板會破壞 所以不太可能用鹽酸 老師 那如果說 這個應該是去問 源頭到底有沒有用 不是去訪問專家學者 可能不會用 這不一樣吧 就像法院在審理案件的時候呢 它有一些因調查的證據 它就要去調查 你應該到實地上面去看 比如說你的土壤的成分 比如說你剛剛說 有一些是在這個河流上面 對不對 你應該去查實地的 去做這些的查證動作 怎麼會是韓文來 然後去問學者專家 問不相關的學者專家 然後判斷可能不會用 怎麼會這樣 對 通常不會這樣子 我想正常流程不會這樣 當你不走正常流程 然後你還去捍衛 對特定廠商的權利的話 你其實如果說真的沒有的話 可以讓它把整個事情 攤在陽光下 對不對 你應該去在在地 你檢驗出來的情況 今天不管是太陽光電板 有沒有用 基本上來講你流孫 然後到了這個河流裡面 它就是造成污染 它是一個事實 你就應該要處理啊 然後你除了要處理之外 你不是只有對過去發生的事情 你要避免它未來 它會再發生 我要問了 你行政單位處理了沒有 然後你行政單位 不先把危害人民健康的事情 先處理完 你先去找這個揭蔽者 揭蔽人 對 因為它只是本於一個人民 它愛護這個 因為大家知道 其實光電板大家在講 其實我在立法院也問過了 我也問過經濟部長 我就說你在清洗光電板的時候 我那時候還沒講流孫 我就說你會不會用化學藥劑 因為有時候清水 我們大家都知道 有時候清水它不見得能夠 洗乾淨 它就沒有辦法能夠確定的 達到它太陽光電的目的 所以我問他的時候 王美華也是斬金截鐵說 他用清水洗 我希望 但是呢即便是這樣 我們那時候擔心的時候 即便你是清水 你的清水結合太陽能光電 然後它流到 它會不會有化學藥品 殘餘的流到土地裡面 因為大家知道 缺糧是現在的全球的危機 所以當你把這個 全面的光電板 全面都種滿的一個情況之下 將來缺糧的情況之下 國外可是不會讓它的糧食出口 我們從烏克蘭的這個案件 惡物戰爭我們案件 我們就知道 對不對 你的缺糧其實也不只烏克蘭 其實還有別的這個 所以不用打仗我們會先餓死 因為全球缺糧是一個事實上的事實 然後我也問過陳吉仲 在他下臺之前 他知道這個事情 他知道啊 所以當你把你原來可以耕種的土地 讓它變成不可以耕種的土地的時候 你本身來講 你應該講說 你有一個政策 這個政策的優點跟缺點在哪裡 你是要衡量的 沒有百分之百的 沒有百分之百的 但是當你把我們所有的糧田 都讓它不能夠耕種 到哪一天 這個糧食大國 它不能夠出口它的糧食呢 它禁止出口 那我們怎麼辦 對啊 我們六千以上是靠進口的食物 那這個有人就是幫政府護航 還是幫疑似 我們覺得你是不是在幫業者護航 我不知道 這個事實查核中心這單位 它憑什麼說記者跑的東西 可能是假新聞 它不可以啦 可是它打了這個名號嘛 它就是名字取的這個 這也是民進黨政府時代 才開始有這個單位啊 所以它打了這個名號呢 它讓不知情的人 你除非是進去去查 它的這個 譬如說它的負責人是誰啦 然後它資金來源是從哪裡啦 你除非是進去去查之後 不然你會覺得說 這個事實查核中心 看起來這個很中立的 那大家一看到說 事實查核中心 它認為說你是這個假訊息的話 那你就是假訊息 事實上不是啦 因為它也不是這個 它也不是官方單位嘛 但是有官方的注資嗎 那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董事長就是現在公廣集團的董事長 前任董事長 那現在NCC的副主委陳秉鴻 他也是前事實查核中心的 執行長 那大家就知道 他們的關心是什麼 這個不用多說什麼啦 就會知道好多東廠啊 那你要查核事實沒有問題 但是不要抹黑別人 說別人是假新聞 那你就沒有辦法招公信 大家會對你打上問號 尤其是對一般的老百姓 是找人民麻煩 那我們今年的這個 剛稅收剛結束 但是又抄爭了 一天多億 是啊好可怕喔 那這個錢用到哪裡去 我們也特別訪問了 前府大氣管系教授 我們來聽他怎麼幫大家剖析 官員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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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告到底 人民告到底 好可怕 過期的總預算裡面 我們來看前國稅務的總預算支付 這個很恐怖 105年是2.1兆 113年是3.2兆 增加很多 如果從105年為基準 到113年總共增加了4兆 所以我們的前國稅務增加4兆 這個錢幾乎快發光 老師可是蔡英文總統說 他都沒有上兆耶 他總統府過去的資料出來 都沒有這麼多 那是我們是哪 這個是上面的數字啊 對 政府的公開的數字裡面 算出來的啊 算出來的齁 對 算出來 這不是假的啊 那所以現在的前國時政的稅有 是3.4兆啊 那105年是2.2兆 所以那還是增加很多啊 對 是 那些錢呢 我們並沒有善用這些錢啊 那中央政府 我們當中央政府的稅率稅出好了 中央政府稅率稅出 從105年是1.6兆 稅出是1.7兆 那到112年 預算是2.9兆 稅出是2.6兆 所以有決議 沒有辦法發空空 但是氣象不明 就是我非常有意見 氣象不明 因為根據 根據議施法第59條 操政必須要入庫不得做體挪用啊 那這些錢 你怎麼可以按照財政部長 最近在立法院接受質詢的時候 他怎麼說啊 他說 coronary 還債或減債 你要入國庫不得動資做體挪用 你怎麼可以去動資去完債呢 對 財政部公然在立法院是違法的 立法委員沒有人講話 奇怪 立法委員應該要監督監督 難怪現在政府在花錢 這怕手 非常感化 為什麼 因為遠遠流水一直進來 從這裡就講到一個 很老闆的現象 非常可疑 你看 2023年的平均稅負擔率是14.6 平均稅負擔金額是14.68萬 增加了6700塊 從稅負擔率成立所得來看 6700除以0.14 大概每一個平均所得要增加 課稅所得的46.6萬 如果從2023年的每月的平均總薪資是5.85萬 較前一年只上升1.42 5.85萬乘以12個月等於70萬 那我們剛才那個稅增加的特稅的所得是4.6萬來講 除以70.2萬的 就是平均每總薪資 每年總薪資 出來是6.6% 代表每人負擔率增加6.6% 但是啊 我們總薪資增加1.15塊 這不是很吊詭嗎 對 點從哪裡來 所以財政部在 預算啊 跟在那個 稅的一些 那個 那個我們叫 中央的總預算裡面跟應用支出啊 裡面又存在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雖說增加的速度啊 增加的額度那麼高 但是啊 我們的人民的生活跟 一般的普羅大眾的薪資 並沒有增加 在扣掉房價同盟力那麼高 所以人民一定是苦啊啊的 從當代這樣算 稅務再增加6.6% 薪資總薪資增加1點多 這都不符合比例原則 好 從剛剛那個 魏教授的講話可以看到 雖然大部分人的薪水 是不增反減 但是以整個財政部 給的這個數字出來 今年但是緩慢增加了1.42% 但是稅收比去年增加了6.6% 那代表說我們的薪資趕不上 政府要收的稅收 我覺得真兩個事情 真兩個事情來講 第一個呢就是說 老百姓的實質薪資 什麼叫實質薪資呢 就是說它跟基本工資 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基本工資適用的人呢 只有100多萬人 所以大部分的人民適用的 其實不是在基本工資上面 那為什麼老百姓會覺得 它的實質薪資 也就是說你實際上面 可以消費的能力 你是減損的 在過往我還沒卸任之前的時候 我們的實質薪資 都是一直往下降 為什麼呢 簡單來講 因為通膨 你的加薪的幅度 抵不上你的通膨的速度 比如說我們舉例來講 通膨如果是加薪呢 是通膨的這個比例呢 假設我們講說它是2.4好了 舉例來說 如果你加薪呢 沒有超過2.4 如果你的加薪的幅度 是2.4 你是打平 對打平 先不去管其他的因素 只有關通膨的部分 那它打平 所以你即便加了2.4 你有沒有感覺到 你消費能力增加 沒有 沒有 可是如果當你加薪的幅度 低於通膨的話 簡單來講 你的加薪全部都被通膨吃掉 所以才會講說 你的實質的薪資它是下滑 所謂實質薪資下滑 它的含義 是這樣的含義 第二點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說 在我還沒卸任 因為我還沒卸任之前呢 那個時候我們再看 國家的預算分兩種 有一種叫年度預算 有一種叫特別預算 年度預算的時候呢 其實在馬政府的時期呢 只有一年 我如果沒記錯 只有一年 就是超過兩兆 可是呢 我們在看到 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呢 在過去的幾年以來 兩兆已經是新常態了 以前都是一兆多 以前都是一兆多一兆多 對不對 後來現在已經變成常態 是 常態還不打緊 你知道 所以剛才那個教授 才跟你講 他現在是往三跑啊 不是兩兆的幅度啊 然後接下來還有另外一個呢 就是在民黨執政的時候 特別預算 特別多 所以你原來呢 是年度預算加上特別預算 所以你不能夠只看年度預算 因為你把特別預算加上去 記不記得以前呢 我還在任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在講說 政府操徵五千億對不對 記不記得 那時候我們就講說 還稅於民 每個人要還一萬塊錢 去年給老百姓 去年 對 可是呢民進黨不肯 你知道 民進黨為什麼不肯 對 他打折 他給六千 打六折 可是你知道他把錢 拿到哪裡去嗎 補台電虧損 對 但是年度預算裡面 年度預算裡面 他已經給台電 撥了一千五百億耶 哦 還不夠喔 對 所以簡單來講 他已經給台電多少 兩千億啦 是 但是他還不夠 但是你去看那個 台電的組織 這個架構上面來講 綠電它的成本 一度電要 我如果沒記錯 在五塊錢還六塊錢 五六塊錢都有 過去還有九塊的 對 所以基本上來講 它是去用買那個貴的電 然後叫誰來負擔呢 人民來負擔 老百姓來負擔 那未來還要投 九千億綠電預算下去耶 這個是很嚴重 但我還要再回到 回到這個 我今天有傳給 這個麗英的部分 是 112年超真的部分 因為我們原來講 112年的時候 是看111年嘛 那你看112年的部分 你看到 它現在這個報告出來了 只有到目前為止 六月份的資料還沒出來 所以這個只有到 目前的五月底的情況 它這個112年的部分呢 它的超支 我們原來講說 如果還稅米1萬塊錢的時候 那是差不多五千億嘛 四千九百九十五還是多少 反正就是階級五千億 五千 然後呢 它在112年是多少 三千八百六十億 112年是三千八百六十億 然後如果我們去看 它到五月份前的數字的話 因為六月份還沒出來 你就發現它的這個達成率呢 是112點多% 簡單來講 就是前五個月 它有沒有超速 因為如果你達成是100%的話 你已經超過了 對 你已經變112%嘛 就是你收進來的錢 比你預算還多 就多了錢 那這多的錢 可以這樣挪來挪去去用嗎 我們原來 我原來其實在我還在 因為我原來在財政委員會嘛 所以原來呢 我曾經 我就是怕它亂花錢啦 為什麼 因為它亂花錢的時候 那個每一次你都看到 那個朱澤民啊 朱地長那種微笑的那個樣子 好像不把人民的錢當回事 但是呢 你最怕它的是 錢花到哪裡去 我們去調資料的時候呢 他始終都不願意給 那因為怕他把錢亂花 所以我就寫了那個提案說 那個你要繳交國庫 或者你就是要還債 因為欠債欠太多 特別條例在過去的幾年 特別條例它都是用舉債 全部舉債喔 那舉債是什麼意思 舉債其實基本上來講 對這個年長者當然還好啦 只是那個 但對年輕的一代很不公平 為什麼 因為誰要還 就是年輕的人要還 所以舉債是要銀行印鈔票 如果錢不夠 沒有它是去借錢 借錢 借錢要有借有還 即便是國債不行啦 你借錢當然要還啦 所以有借有還嘛 所以它借錢呢 它現在借 你現在借 但問題你還錢的時候 然後現在我們的年齡層老化嘛 所以年紀大的它會 它已經開始領退休的 那你將來是真正去做勞力 然後對國家經濟的付出的這些 因為都是年輕的世代 所以你會把他們以前 他們現在目前年輕朋友們 他們現在背負的 我記得以前在看的時候 就一個人不知道要承擔 25萬 不是一個人要 你說那個叫國債中 對 一出生就背25萬 對 那個是國債中 就是說小baby呢 一出來什麼事都沒做 他就承擔那個25萬 因為年齡層老化的關係 然後政府舉債 政府舉債 最後誰要還呢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講說 一個人要養年紀大的人 好像是七個還是多少 七個 我要養七個 我養兩個就已經 那沒辦法 因為年齡層老化的時候 它所謂的七個是 不是看你家庭 它是平均起來 就是按照年齡層 然後來看說 你將來的每一個世代 它所肩負的整個的責任 社會的責任有多種 那年輕人他要用什麼方法 國家會讓他逼他還債 是稅收嗎 不是 基本上來講是這樣子 你借的錢 像你國債的話 你是幾年期的嘛 你還是有分歧 所以我們希望鼓勵的 為什麼我們一直講說 你要把它優先的 操徵的部分你要還債 要不然就是給老百姓 還水於米 對 因為你都亂花嘛 對不對 所以你就把它還債 還債最起碼 對國家的好處是在哪裡 就是它的年輕的世代 它的負擔不會那麼重 比如說你現在欠了100塊錢 你已經把它還掉20塊錢 那這你就等於是欠80塊錢而已 你以後再有錢 你再把它還掉之後 所以你把它的債務減輕 對於整個國家的財政的紀律 是比較好 對於年輕人的負擔 你也不會讓年輕人覺得說 反正我現在做什麼事情呢 我反正將來只能夠工作 只能夠累 那我就乾脆躺平算了 它會讓整個的 放棄 直接放棄 對 所以這個問題呢 其實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也應該要立即改正 好 那你在講說今年 今年會不會超徵呢 我認為它超徵的機率很高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超徵裡面有一項 它其實是像證交稅 營業稅的部分 那很多人會覺得 收滿多的啊 對啊 因為你看到股價 台積電的股價 從幾百塊錢到一千多塊錢 對不對 所以你從證交稅的上面來講呢 我會認為像今年證交稅的部分呢 它也會很多啦 但是你不能夠單純的 去看這些東西 為什麼 因為政府單位常常會講說 你看超徵呢 表示我們經濟很好 哪有 又不是每個人都在玩股票 對啊 沒錯 你講到重點 你不能夠用這個東西去玩 尤其你為什麼能夠玩股票呢 基本上來講你是用錢滾錢 所以那個是 雖然不能講說 絕對是這個有錢人的玩意兒 對 也會賠錢啊 基本上來講應該講說 你還是有一定的資歷的人 他去做這樣的事情嘛 所以它對於我們講說 這個中下階級來講呢 它是沒有幫助 尤其財政部去年的時候 常常英治好說你看 我們有四幾%的人不用繳稅 所以這是它的震驚 不是啊 那多的錢要怎麼花 要給的 對 這個是社會的 監督 要必須被監督吧 對 沒有錯 不然就是你把錢 退還給年輕人 讓他們負擔少一點 好 那我們剛剛問大家 認為這是不是假新聞 假新聞是一 大部分人都打二喔 明月幾時有二 慶江二 吉祥新還有Pocky十一 鄧玲業哈囉 好 都打二 好 那不是假新聞喔 那事實查證中心 你為什麼說這是假新聞呢 很奇怪 好 那感謝小豐豐的斗內 謝謝 那最後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中天快點購即將 中天電商即將要賣這個蛋捲 好吃的蛋捲 那我們現在就請來賓 來賓沒有吃過 吃吃看好不好吃 這個蛋捲看起來很厚實 好 委員吃吃看 我要再吃喉糖 一起吃蛋捲 那味道就會不一樣 好吃嗎 很棒 很棒 因為講手感蛋捲 是 沒錯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在之前曾經訪問過 一位這個雞農 因為現在雞蛋便宜到不行啊 那這個陳秋池畜牧場 它是幾乎是彰化最大的一個 算是這個用 它的雞飼料是經過這個挑選 有一些紅蘿蔔啦 綠豆莞還有什麼鳳梨酵素 把它弄成這個飼料給它的雞吃 那它雞是海藍雞 是那種蛋雞 所以它的雞蛋呢 當然是很好吃 那它把那個雞蛋做成蛋捲 所以它的蛋捲跟一般蛋捲 吃起來是不太一樣 真的很濃郁 很濃郁 很濃郁 好 那即將在 我們為了幫助這個農民 那所以它的這個蛋捲 即將在中天快點購 會上架 那如果喜歡吃蛋捲的朋友 可以到上面去選購 那不過現在好像還在建制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那也多多支持中天電商 我們用很少的這個手續費 讓它可以上架到中天電商 那如果喜歡吃在盡情鎖定 如果有的話我們下一集 再跟大家好好的聊 所以價錢是多少我還不知道 馬上就會出來了 還不知道 所以大家可以鎖定 那今天非常謝謝委員來 謝謝麗音 謝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們投訴爆料信箱 就在這個螢幕上 大家要搜證 附上聯絡電話跟照片影片 我們就可以進一步查證 禮拜五六日晚上七點半 會有精華版上架 還有Shorts 還有我們的TikTok 記得要去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 給更多人知道就不會被限流 謝謝各位陪成團 謝謝委員 謝謝麗音 謝謝大家 下次見 拜拜 最有感的膠原蛋白生態 即日起快點購全台獨家販售 養顏美容增強行動力 打造有感每一天 小包裝好攜帶 成分天然零添加 無吸藥不含重金屬 安心食用 兩款包裝給你滿滿膠原蛋白 桃紅包裝助養顏美容 藍色包裝增強行動力 心動了嗎 現在就上快點購 一起健康下單吧 謝謝大家